在天津一场婚礼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 照片里一脸幸福的就是新娘 她是一名来自黑龙江的美丽女孩 身高1米73 婷婷玉丽漂亮大方 而在她身旁的则是她的新郎 身高不足1米2的陈学广 对于这个留着锅盖头 身高不足1米2的29岁天津男人陈学广来说 今天 她将会被全世界的男人嫉妒与羡慕 就在今天 她将会迎娶一位美丽而温柔的妻子 这是她人生中最不可思议的一天 迎亲的车队尾仪而行 带着幸福的期待 去迎娶美丽的新娘 媳妇开门 美丽的新娘羞涩地坐在床上 新娘今年21岁 来自哈尔滨 原名叫王欢 自从认识陈学广之后 她就做了一件特别大胆而浪漫的事情 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陈学燕 与丈夫同性 如今漂亮的女孩正在期待自己的白马王子 给她穿上漂亮的水晶鞋 今天我要娶媳妇了 那的事 今天我要娶媳妇了 一位不足1米2的秀真人 娶了一位身高1米7的漂亮女孩 怎能不让人羡慕呢 婚礼浪漫而热烈 但是结婚仪式仅仅是他们爱情的开始 媳妇儿 媳妇儿 过来 这是位于黑龙江哈尔滨市的一套 两居室的出租房 狭小的房间里挂满了大大小小 幸福而甜蜜的婚纱照 漂亮的女孩一脸幸福地 依偎在自己的王子身旁 提起这些婚纱照 陈学广这个秀真男人是一脸幸福 有他穿的马子的衣服吗 没有 那咋整 往起来 把裤腿往里塞 这会和他平衡底下也在个凳子 婚纱照有啥感觉 累 累当然也很幸福 她要笑 必须要笑 实际上是一个人要笑 最后笑的就是这样 僵硬 特殊的爱情也需要更加努力地呵护 我们在墙上意外地发现了一张 结婚周年纪念照 举行结婚仪式已经一年过去了 可是他们还不算真正的夫妻 因为他们并没有领取结婚证 至于原因 他们也一直闭口不提 没有结婚证的爱情 能走多远呢 秀真人陈学广是一名二人传演员 在东北从事二人传表演的人 不计其数 竞争十分激烈 对于身材矮小的她更是艰难 大大就是陈学广的一名 各自矮小的她 希望自己能拥有强大的力量 这是他们今晚的第一场演出 为生日宴会祝幸 大大的表演很是卖力 别人出钱请你助兴 你就得使出浑身力气 让人家高兴 感谢观看